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看着宋猩猩的眼中也满是心疼 她深吸了口气 转身看向我 威严的面孔冷冷道 宁宁 既然我们真正的女儿已经回来了 你也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吧 这些年我们养你也付出了不少 这是就算我们扯平 你以后别来打扰我们一家人了 我听着养父像是在谈生意一样 跟我把这些年的感情明码标价 心里竟然也没有多少波澜 我就说呢 怪不得我明明是这个家里的独生女 却感觉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亲近 正好 我最近听说我养父母在考虑 让我去嫁给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子联姻 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离开 倒是让我省了不少逃婚的功夫 就这样 我跟宋猩猩换回了身份 从此我叫宋宁宁 她叫柳猩猩 我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里 走回了人生正确的轨迹 就是我回家之后怎么感觉 我家里跟柳猩猩说的不太一样呢 先不说我刚回家的第二天 我爸妈就带着我 搬去了市区里的一栋独栋别墅 就单说我爸妈那个气质 这怎么看也不像是柳猩猩说的那样 只是个挖眉的跟家庭嘱咐吧 不过我刚刚回家 有些事还不好多问 好在我这些年在柳家 学了不少察言观色的本事 安静地在家里观察了几天 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我亲爸妈绝对不是柳猩猩说的那种 穷苦的普通人 包括我那个 所谓需要伏地魔帮扶的弟弟 行为处事上 也绝对是见过大风浪的人 于是我趁着他们不注意 悄悄地动用了一下 以前的关系查了一下 这一查不要紧 结果差点把我惊得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我爸的确是个挖眉的 但跟普通的矿工不太一样 他是挖眉人的头头 就是我们俗称的眉老板 没错 柳猩猩从小长到大住的那个山头 后面那一整片的眉矿区都是我爸的 至于我妈 她是个金融投资家 还是圈里大拿的那种存在 实不相瞒 我以前投资也跟着她的风向投过 想当初我为了得到她一手的投资风向 辗转摆脱了好多个人 这才好不容易跟着赚了几倍的利润 没想到现在这个金融大佬直接成了我妈 想到以后抱大腿再也不用跟别人求来求去 我就十分感谢柳猩猩送我回门的恩情 至于我弟 看到我弟资料的时候 我已经学会了麻木 没错 他就是这几年异军突起 仅仅用了不到三年 就建立了自己商业帝国的传奇商业大鳄 好家伙 这么看下来 我这一家子都是大佬 倒是显得我这个小菜鸡 格外的格格不入了 很好 搞清楚他们的身份后 我就要考虑下 要不要拔他们的马甲了 虽然不知道他们这些年 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柳猩猩 但他们既然都把我带回了别墅 或许也没有很认真隐瞒身份的意思 我这边还在犹豫着 我爸妈那边却主动跟我摊牌了 这天 他们把我叫到客厅 一家人面容严肃地看着我 宁宁 有件事我们要给你说一下 我妈看起来有些紧张 面容忐忑地跟我爸对视了一下 我眨了眨眼 几乎瞬间就想明白了 他们要跟我说什么 果不其然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 语速飞快地跟我说道 宝 不管你相不相信 你爸妈我们其实很有钱 我妈说完 一把攥住了我爸的手 我爸熬的一声 硬核 是的宝贝 真要比起来 就连于木博他都差咱家一点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我爸 被我妈攥得通红的手 悄悄在心里念了一遍 于木博这个名字 于木博 这个名字怎么越念越耳熟啊 姐 于木博是现任首富的名字 前两天刚上了福布丝榜来着 我弟在旁边小声地提醒我 首富 啊对 于木博不就是前段时间刚刚登顶首富 霸占了微博热搜一天一夜的那个人吗 等等 我猛地睁大眼 震惊地看着我爸妈 咱家比首富还有钱 虽说我已经提前知道了 我爸妈弟弟 都不是普通人 但真没想到能不普通到这个地步 我爸十分骄傲地抬了抬下巴 忍不住洋洋得意道 那当然 就他于木博还配跟我比 我妈没好气地打了他一巴掌 接着笑着跟我解释 你别理你爸 他跟你于叔叔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较真 这都多大年纪了 还跟个小孩一样 我略微有些惊讶地对着我爸挑了挑眉 心里除了一开始的震惊 竟然还有丝丝的幸灾乐祸 柳星星估计打死也没想到 这一家被他嫌弃至极的亲人 竟然就是他做梦都想傍上的大佬 我忍不住弯了弯嘴角 旋即又疑惑道 既然这样 那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柳星星啊 我爸妈文言很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们对视一眼 我妈开口跟我解释 其实我们当初生完孩子 从医院出来之后遇到了一个大师 她看了一眼 我们就说我们的女儿命做劫财 在她嫁出去之前我们一定不能把财给她露出来 不然就会被她嗑得十分不幸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表情不由地微妙了起来 宁宁 我知道这是听起来很荒诞 但它确实是真的 我爸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 无奈地跟我解释 我们最开始也是不信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我们把星星抱回家之后 就开始倒霉了起来 公司不顺事业受挫什么的都还是小事 重要的是那段时间 星星一直生病 连我跟她妈都一人动了一次手术 这事实在太悬 我们也确实不敢拖大了 我爸说着叹了口气 我妈也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脯 我听到简直感觉我 二十几年的科学世界观 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但看我爸妈那个样子 这话也确实不像是说来虎我的 毕竟除此之外 我也确实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 值得他们一直装穷 瞒着自己的女儿了 我弟弟在旁边轻轻 拍了拍我的肩膀 姐 这是在我出生之前我不清楚 但从我有记忆起 确实每次爸妈心软 要给柳星星买点贵重东西的时候 都会发生一些事情 她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微妙 但却并没有多少同情 具体会发生什么事 要是东西的贵重来定 毕竟柳星星她 宋语顿了一下 语气有些古怪的评价 很虚荣 我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 企图从中看出一点什么 然而宋语坦坦荡荡地跟我对视 我一时竟然还真的找不出破绽 客厅里一时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我垂着头安静地消化着 刚刚接收到的信息 好伴想才不得不接受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事实 我爸妈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我抬头默默跟他们对视了一下 然后耸了耸肩笑了 那我就知道了 轻轻输了一口气 我大方道 既然这样我也要承认一件事 其实我早知道你们的身份了 这下他们三个人是真的有点愣住了 我狡黠地笑了一下 平静地跟他们对视 半想我妈先没忍住扑哧笑了一出来 她这一声笑算是让整个气氛彻底放松了下来 从一开始就显得 有些过分紧张严肃的气氛逐渐松弛 我放松地往沙发上一靠 还没放松多久 突然又猛地弹了起来 等等不对 既然女儿出嫁前不能录彩 那你们现在告诉我这是可以吗 我想到我爸刚刚说的路财之后 会发生的倒霉事 突然就很想把耳朵毒哑 当作一切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然而我爸妈的态度却十分放松 我妈妈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态度和蔼地看着我 不瞒你说宁宁 其实吧 你有个婚约来着 什么 婚约 我迷惑地看着我妈 她无辜地跟我眨了眨眼 还是宋宇在一边看不下去了 她凑到我耳边小声说 是跟于纪怀 就是首富家的独子 我文言 有些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脱口而出道 咱爸不是跟首富不合吗 老子是老子 儿子是儿子 我爸在旁边倔强地插嘴 我妈眼嘴笑了一下 不理 我爸给我解释 你爸跟你于叔叔是发小 好巧不巧我跟你继阿姨也是发小 所以呀 我们从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 就给你们指了娃娃亲 就等你们过了法定结婚年龄 就结婚呢 我微微张大了嘴 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们 不过你别担心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我们也不是那么迂腐的家长 能不能处得来 还是看你们自己 她似乎知道我误会了 赶忙给我解释 我们的意思就是你们现在 也到了见个面接触接触的年纪了 至于最后到底有没有缘分走到一起 这谁也说不准不是 我让他们说得有点懵了 忍不住问道 我就算了 她跟柳星星长这么大 没见过面 我妈摸了摸头发 尴尬地笑道 这个呀 济怀很小的时候就出了国 确实是没见过 她轻轻叹了口气 语气说不上是惋惜还是失望 原本我们也打算这段时间 就告诉星星真相的 但谁能想到 她早就不想认我们了呢 宋语忍不住哼了一声 她对柳星星的不满意于言表 得了吧 她就算不跑于济怀 肯定也看不上她 不满地皱了皱眉 宋语看着我说道 这些年爸妈虽说是 瞒了她家里有钱的事实 但也确实没在生活上 苛责过她 除了没有管家保姆跟名牌的衣服 千金小姐该有的培养一样 也没给她落下 但她对爸妈的那些 培养一点都不在意 就因为没能用奢侈品 在同学们之间装逼 她这些年 对我们可算是 把白眼都翻尽了 我爸也不满地猝起眉 唯独我妈还留着几分心软 算了 也不怪她 毕竟谁不想过个好生活 要不是迫不得已 我也不想穷养女儿啊 我安慰地拍了拍我妈的背 她对我无力地笑了一下 哼 反正她就是个白眼狼 宋宇不满地撇了撇嘴 这些年又不是只有她一个人 在过清廷日子 我们全家还不是陪着她一起 吃糠宴菜 宋宇十分地不愤 行了小雨 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妈又叹了口气 制止了宋宇继续吐槽 宋宇闭了嘴 但明显还是不爽 她拿出手机 一言不发地低头操作了一通 没过几秒 我就听到我的手机响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拿起来一看 首先看见的就是 宋宇给我转账 两百万的短信通知 宋宇对着我恶劣地笑了笑 毫不客气道 都是一样的家庭条件 我的钱可都是我一分一毛 自己赚出来的 柳星星 她不行就是不行 自己整天眼高手低 怪不得爸妈身上吧 我默默低头看了眼手机上的余额 然后毫不犹豫地点头表示赞同 弟弟说得对 宋宇满意地笑了 我妈在一边看得哭笑不得 她打断我们之间万恶的金钱交易 转头看着我说道 总之事情就是这个事情 宁宁你要是愿意 妈就帮你找时间约记怀见个面 我慢慢收敛起脸上调侃的神色 看着我妈轻轻摇了摇头 妈 这是太突然了 你好歹给我一点消化时间 这是我先考虑一下 等过段时间再告诉你行吗 我妈痛快地点了点头道 行 这是不急 你慢慢想就行 她说完也不再纠结这个话题 转头去嘱咐阿姨晚饭的事情 我爸也起身回了书房 客厅瞬间只剩下 我跟宋宇两个人 我现在看着她满脑子 都是她随手转账两百万的高大形象 这就算我以前在柳家的时候 我养父母也没阔气到 随手转两百万给我当零花钱玩 宋宇拿着手机似乎在处理公务 我没事做 干脆调出股票炒旗鼓来 对了姐 宋宇在我旁边突然开口 语气里带上了点爷鱼 其实你现在没目标的话 认识认识于季怀也挺好的 我没想到她突然跟我说这个 下意识的啊 雷一声 宋宇认真的看着我 我虽然进入商圈的时间不长 但对于于季怀我还是很佩服的 他们家能成为首富 也是多亏了她 总之就算不谈感情 姐你跟她认识一下 也总是不亏的 我看着宋宇意味深长的目光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行 那我找个时间跟妈说一声 宋宇笑了下 转头又给我转了两百万 让我拿着花 我地真好 这伏地魔我当定了 回家后的这几天 我可算是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 尤其是我爸妈跟我坦白身份之后 我的日子可谓是一路直奔民主富强 回家半个月后 我妈爸跟弟弟可算是都空出了时间 他们三个架着我就直奔商场 说是要补偿我这些年 在外面受过的苦跟委屈 我默默地看着自己手里提着的 五位数一个的包包 哪怕我再三拒绝 他们还是拽着我 穿梭在各种高端品牌店里 光定制各种纯手工定制的衣服裙子 就定了一百多件 我身上的首饰 也都被他们替换成了 外观低调奢华 价格高调吓人的设计师典藏款 就连我一开始带出来的当季新款包 也被我妈以太普通太便宜为由 硬拉着我去选新的包 我一路感受着超越首富家的财富实力 已经麻木 就这么一会儿在我身上花出去的钱 估计赶上我之前在养父母家 好几年的生活费了 好在除了包我身上 能换的东西已经换了个遍 买包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行程 就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柳星星 柳星星是跟我养母一起来的 我们进去的时候 他们正在导购的接待下 纠结两个颜色的包买哪个 我一进门就猝不及防地 跟柳星星对视上 她看到我先是一愣 接着看到我身边的家人 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厌恶的神情 就这么一会儿 其他人也都看到了对方 宋雨衣看到柳星星 下意识地变骂了一声晦气 我妈脸色也有些难看 她拽了拽我的手小声道 宁宁 要不我们换家店挑 我握了一下我妈的手 没有马上回答 若有所思地看了下满脸不屑的柳星星 我轻轻笑了一声 没事妈 我们就在这挑 反正他们要是来找我们麻烦 丢脸的也不会是我们 我爸在旁边哼了一声 他已经一脚迈了进去 走什么走 没良心的白眼狼 搞得跟我们怕了他一样 宋雨明显也是这么想的 他也默默地上前了一步 我妈以一敌三拜下阵来 叹了口气无奈地走进了店里 有其他的导购来给我们介绍产品 我妈拉着我开始挑包 一时也忘了柳星星 他们的存在 最后我们一家人在三款包里面做纠结 还没等我们讨论出个结果来 柳星星已经遏制不住地找上了我们 哟 我当你们哪来的胆子进这种店呢 合着这是打算穷全家之力 凑钱买一个最便宜的包啊 柳星星鼻孔都快朝天了地看着我们 满脸阴阳怪气地嘲讽 我莫名其妙地看了眼手里还没放下的包 眼神微妙地看向他 不是柳小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哈 误会 他不屑地冷笑一声 放心吧 你家什么情况我还不清楚 他眼神轻蔑地扫过我们一家人手里拿的包 不伦不类地指甲轻轻点上大红的唇 星星座太道 这三款包虽然是新款 但是这家店里最便宜的三款吧 我说你们 既然没钱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饭都快吃不起了 买包有用吗 他眼神冷冷地扫过我 然后停在了我妈脸上 蓝灵 你一个家庭主妇不挣钱 也要考虑下挖矿的宋讯志跟宋宇吧 这一个包价格赶得上他俩一年工资了吧 我爸跟我弟瞬间变了脸 宋宇感觉马上就要冲上去打女人了 正好这个时候我养母走了过来 她先是亲密地晚上留星星的胳膊 这才笑得虚伪地看着我们 你们就是星星的养父母吧 我是星星的亲生母亲周知林 这几年谢谢你们照顾我们家星星了 她嘴里明明说着感谢的话 但态度却让人十分地不舒服 我妈抿着唇眉说话 一直充当合适老的她 这会儿表情也沉了下来 周知林好像完全没注意到 我们家的氛围 也可能是她注意到了 但是不在意 她说完那句话后 也不需要回应 等看到我们家人都不说话了 她这才洋洋得意道 不过就你家内给条件 我们星星还是吃苦了 哎 别的也不说了 你们是不是想买包 我送你们一个吧 看上哪个直接去结账 就算是帮我们家星星 还了你们的养育之恩 她这副高高在上的语气 比柳星星还要气人 我彻底被她气笑了 撸了把袖子 就准备跟她开骂 然而我刚准备开口 我妈突然拽住了我 我下意识地看向她 就发现像来温婉贤淑的蓝铃 这会儿正一脸冷漠地 看着对面的两个人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妈露出这种表情 旁边我弟跟我爸 已经变了脸色 我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一把被我弟 拽到了安全区域 我妈不轻不重地 屈指敲了两下桌子 我感觉宋宇的身体 都跟着颤抖了一下 我莫名有些茫然 接着就听到我妈冷笑一声 一字一句道 就送一个 你也真是好意思开口 周知灵跟柳星星的脸上 不约而同地 露出了鄙夷厌恶的神情 我妈盯着他们 动都不动一下 只是冷笑道 首先柳星星 你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 我们家的钱怎么花 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她毫不掩饰地 打量了一下柳星星的装扮 接着吃笑道 倒是你 今天穿的这是什么东西 穷人诈服 爆发户的标准穿搭 都给你穿出来了 你亲妈也好意思带你出门 她十分嫌弃地捂了一下眼睛 在柳星星反驳之前又突然道 说不定你亲妈是故意想用挫折教育 觉得让别人笑话笑话 你的审美就能突飞猛进呢 她说完 还装模作样地摇了摇头 柳星星被她说得脸都红了 这会儿正指着她不断地深呼吸 我妈却已经懒得看她 她像是掠过一块不太重要的垃圾一样 把视线放到了周知林的身上 周知林现在面色不善 似乎想为柳星星受到的侮辱报仇一样 我妈看了看她 却突然笑了 她双手抱胸 眼神饶有兴致地在她们身上转了两圈 然后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说呢 怪不得 她看了眼周知林 装模作样地摇了摇头 原来你这个当妈的审美 也美好到哪去啊 刚刚看星星这样 我还以为 你是故意想锻炼她 没想到误会了 对不起啊 周知林的面部扭曲 她愤愤地瞪了蓝玲一眼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买不起奢侈品 就在这极度我们穿名牌 蓝玲听了直接吃一声 当即把手里的包往桌子上一放 转头对着桂园说道 就我手里这个吧 柳星星冷笑一声 嘲讽道 喝 说来说去 还不是只买得起最便宜的 我妈听到她说话 淡淡地贴了她一眼 星星 我这些年就是教了 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 柳星星满不在乎地哼了声 不屑道 我都没说你拐卖儿童 你还嫌我没教养 柳星星 你说话要负责任 宋宇忍不了对她吼了一声 倒是我妈 听了这话竟然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只是冷冷淡淡地看着她 当初抱错孩子是医院的责任 你既然说我拐卖你 今晚回去我就会让律师给你发律师函 告你造谣诽谤 还有 她顿了一下 看着柳星星的目光 有失望 也有冷漠 我刚刚话没说完 你就来打岔 她看向桂园 十分平静地说道 就除了我手里这个 其他的全都包起来吧 她话一落 现场瞬间寂静了 柳星星跟周芝林张大了嘴 像看疯子一样看着蓝绫 我抱着胸站在我妈身后 看着她这一通输出一阵扎舌 怪不得刚刚她脸 一遍宋雨就吓得飞快后退 合着我妈平时看着温婉贤凉的 一旦把开关打开战斗力这么惊人 柳星星跟周芝林过了那一阵惊讶的时候 突然一起爆笑出声 柳星星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她一边拿手被擦着眼角 一边对着我妈嘲笑道 不是蓝女士 你就算不服输 也不能吹这种牛啊 你知道这里的包拳包下来 要多少钱吗 把你卖了都不够 周芝林比柳星星稍微内敛点 但明显也是一脸的不屑 我在后面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对于他们这种井底之蛙 我竟然生出了几分可怜的心情 我妈面对他们的嘲笑 微然不动 她只是微笑得体地对桂圆示意 让她去包 然后便转身走回了我们面前 她面对我们的时候 永远都是温柔又温婉的样子 我目光追随着我妈的身影 来到我面前 正好对上了她 带着心疼的眼神 宝儿 你以前就是在这种素质的家庭吗 真是辛苦你了 我安抚地对她笑了笑 调侃道 没事 反正现在也换回来了 正好让他们王八绿豆配一窝了 我妈对着我扑吃笑了笑 我乖巧地对她弯起眉眼 过了一会儿 桂圆先拿着两个包装好的包出来 递给了周芝林跟柳星星 他们拿了包也不走 就站在我们身后 嘲讽地看着我们 喂 你们不是要全包 东西呢 别丢人啊 我妈背对着他们翻了个白眼 笑声嘀咕了一句阴魂不散 我觉得好笑 拍了拍我妈的手背走向他们 行了你们俩 那么多包 要包很久 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敢出来逛街 我好笑地打量了一下他们的穿搭 觉得我妈说的确实没错 正好这会儿桂圆出来和我们商量事情 我便直接无视了他们 桂圆告诉我们 因为店里的包的确有点多 全要的话会不太好拿 所以他建议我们可以等他们打包好 然后直接送到我们家去 我们一家商量了一下 觉得这么多确实不好拿 便同意了桂圆的提议 我弟跟着去前台刷了卡 我们一家便商量着准备去吃晚饭 柳星星他们站在那半天 眼看我们要走 立马尖声开口 等等 你们的包呢 吹了半天牛 最后就这么走了 我眼神古怪地回头看了他一眼 觉得这人不但脑子不好 耳朵也不好 想了一下 我扭头对桂圆说道 我们买的包里挑两个最便宜的送给他们 就当谢谢他们送我回家了 桂圆眼神有些疑惑 但还是很有职业素养的没有多问 等到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段路 我还能隐隐听到身后柳星星尖利的嗓音 送我 不是来给我碰瓷吧 好不容易远离了晦气的两个人 宋宇彻底不满的爆发 不是 我说你们对他们也太客气了吧 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我妈像看傻子一样 看了他一眼 嫌弃道 懂不懂什么叫低价收入高价抛出 亏你还是我儿子 我爸无奈地摇了下头 恋爱地看着宋宇 你那公司能坐起来走狗使运了吧 就这脑子还没让人玩死 我忍着笑拍了拍宋宇的肩膀 他气得脸颊通红 憋了半想 愤愤地哼了一声 好了 我知道你是忍不了自己的家人被侮辱 平时在公司 你肯定精明又睿智 我笑着安抚他 宋宇感动地看着我 随手又是两百万转给我了 这弟弟真能处 我们一家说说笑笑 没一会儿就把这事给抛到了脑后 虽然我爸妈没有把话说得很明白 但我心里却很清楚 今天我妈对柳星星他们 只能算是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并没有出什么大招 恐怕直到我们离开 他们都还以为我们刚刚的行为 只是为了面子的口嗨 然而 这就对了 毕竟就像我妈说的那样 如果不先让他们在高处沾沾自喜地嘚瑟几天 那等真相揭露 他们又怎么会感觉到绝望呢 等到吃完饭回了家 我爸把我叫到了书房 这是我回家之后 头一次跟他单独谈什么事情 而他特意把我叫过来 却是为了问我今后的打算 说实话 对于今后的规划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按照我爸的意思 我弟弟以后肯定是要发展自己的公司 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去帮他 但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 任何跟公司管理有关的项目 思虑再三过后 我还是打算先跟着我妈学一学投资 之后再慢慢接触公司的事情 我爸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然后他就告诉我 关于我工作上的培养问题 他跟我妈会尽快商量一个方案出来 我对此不置可否 嘴甜地跟我爸撒了几句交就离开了书房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我开始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 跟我妈学习一些金融的基本概念 我们之前买的那些衣服 包 首饰 也陆陆续续地送到了家里 我看着衣帽间里装得满坑满谷的高定衣服 再次感叹了一句有钱真好 这段时间我的生活一直充足又平静 直到我养母的电话突然打来 这天我结束跟我妈的课程回到房间 就接到了我养母的电话 她的声音在电话里依然那么地质高气昂 要不是想看看她又想做什么腰 我才懒得接通这个电话 我不客气地开门见山道 找我什么事 宁宁 之前的赵总听说了你的身世后 还是愿意娶你 你赶紧准备准备 过两天就去跟赵总把证领了 周知林倒是也没废话 只是说出来东西不那么中听 赵总 就是他们之前想把我嫁出去的 那个五十岁的老头 我挑了挑眉 略有些惊讶到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你们的女儿现在是柳星星 我养母在那边吃了一声 然而她还没说话 柳星星突然抢过了话筒 我说宋宁宁 能嫁给赵总你感恩戴德吧 就说赵总的身家 你奋斗一辈子也赶不上啊 我文言冷笑了一声 毫不客气道 赵总这么好 你怎么不嫁 我 我当然要嫁 柳星星在那边洋洋得意 不过我要嫁的可是首富儿子 赵总这种货色还是留给你吧 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心里却敏感地抓住了一个关键词 首富儿子 于济淮 想到我妈昨天还问我考虑好 要不要跟于济淮见面没 我心里就有些微妙 柳星星这不会一时诈付 直接疯了吧 好了星星 让妈妈跟她说 周志玲温柔地从柳星星手里接过话筒 我听着她做做的声音都觉得恶心 宋宁宁 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个婚是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不过放心 我们也不会亏待你 你只要嫁给赵总 我们可以允许你 以我们柳家养女的身份嫁过去 到时候不止你的后半生衣食无忧 就连你家人都跟着沾光 我们对你够意思了吧 我听着周志玲那副诗舍的语气 简直无语了 还允许我以柳家养女的身份 他们自己需要抱照式大腿拿橡木 说得跟多么为我好一样 而且就他们那个柳氏 我还真看不上 懒得跟他们多说 我直接冷声道 让我嫁人做梦 要嫁就让你们的亲生女儿自己去嫁 说完 我也不想等他们回话 直接果断挂掉了电话 顺手把周志玲的号码拉黑 我想到他们让我嫁给一个五十岁的老头 还是觉得气得不行 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圈 我脑子里猛然闪过一个名字 余季怀 对 既然柳星星想要嫁给余季怀 那我肯定不能让她如愿 再加上前段时间 宋宇提醒过我的那句话 就算不论感情 认识认识余季怀 也没坏处 我知道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余季怀可以在一些项目上帮我们 就算我们俩最后确实没缘分 跟首富儿子当朋友 对我以后肯定也没坏处 这么一想 我彻底不用犹豫了 下定决心 我一秒钟都不耽搁 直接去我妈房间告诉她 我愿意跟余季怀认识 我妈听到后立马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她果断地给余季怀的妈妈打了个电话 喜笑颜开地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 我在旁边随手拿手机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网上关于余季怀 竟然丝毫没有消息 我略微有些惊讶 毕竟我一直以为首富的儿子应该挺有名的 尤其余季怀的风评又那么好 再不记也不该连张照片也没有啊 总不能是太丑了她自己给删了吧 宁宁 我跟你记阿姨说好了 这周末是己怀生日 你到时候就作为她的女伴出场吧 我妈挂了电话乐呵呵地跟我说着 我看着她兴奋的样子 默默地把拒绝的话咽回了嘴里 算了 先去见见看吧 再怎么说她只要长了个人样 总是比五十多岁的老男人来得强不适 抱着这样的心态 我安然地等到了周末 在这几天里 余季怀加了我一个微信好友 但不知道是她太忙还是怎么样 我们俩的聊天记录 除了一开始的自我介绍 就什么都没了 不过好在我也不是完全抱着 跟她相亲的心思见面的 在去她生日宴的路上 我已经决定了 就算余季怀长成一个山顶洞人 她这个朋友我也交定了 余季怀生日的地方 在我们是最大的五星级酒店 我妈在路上告诉我 这还是余季怀第一次 公开举办自己的生日宴 所以慕名而来的人很多 我也是到了现在才知道 原来余季怀在圈内 是出了名地低调 别说我在网上搜不到她的信息了 就连跟我爸妈同辈的很多人 都没见过这个神龙剑 首不见尾的首富独子 然而她又的的确确 带领着余家闯出了一个新高度 所以这次她主动公开露面 不少人挤破了头 想要见见她的真容 这种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风格 不愧是做大事的人 又跟我妈打听了一些关于余季怀的消息 我们很快变到了她生日的会场 因为我这次要作为余季怀的女伴出场 所以我们一家提前到了休息室 余季怀开了两个房间来做休息的地方 我爸妈走在前面带着我 一路来到了余季怀的房间 余季怀房间的门是开着的 我刚刚走进就听到里面 传来了女人说话的声音 我妈毫不客气地直接走进去 刚过门口就朗声道 月月 我们来了 屋里的声音静了一下 我乖巧地跟在我妈身后 悄悄地抬眸打亮屋子里的人 屋子里一共站了三个人 两男一女 其中一位男士已经跟我爸互相偏过了头 大概率就是首富本人了 我在心里做了判断 然后便将视线移向了剩下的那个男人 不出意外 他肯定就是首富儿子 我的未婚夫余季怀了 因为视线问题 我首先看到的是余季怀那双笔直的长腿 他坐在椅子上 双腿放松地交叠在一起 只看那双腿似乎跟我现象中的不太一样 我突然来了点兴趣 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了腿主人的脸 只一眼 我差点连呼吸都停滞了 深邃的五官 精致的面容 似笑非笑的双眸 这张脸任谁来看 都会毫不犹豫地称呼一生美男 我没想到 那个神神秘秘的首富独子 竟然长得这么帅气 以至于我一时失神 余季怀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 向前几步走到了我们面前 他先是礼貌地跟我爸妈问了声好 接着他低头看向我 对我露出一点温和的笑 宋小姐 好久不见 我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 我妈在旁边惊讶道 宁宁 你跟季怀认识 我有些茫然地抬起头去看于季怀 男人表情温和地望着我 俊美的面孔渐渐跟我脑海中的 一个模糊的印象重合在了一切 我慢慢瞪大了眼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道 是你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跟我有着莫名婚约的神秘男人 竟然早早就跟我见过面了 于季怀嘴角勤着笑 不急不缓地跟几位长辈解释 之前的一次拍卖会上 跟宋小姐见过 没想到她是宋叔叔跟兰阿姨的女儿 她微微低头看向我 神态自然又亲切 宋小姐 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 我这会儿也差不多反应过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下 还要多谢当年你把那幅画让给我了 都是小事 宋小姐就不用一直谢我了 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只能对她轻轻笑了笑 然后我看向我妈 给她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我几年前参加了一次拍卖会 当时有一个拍品是一幅油画 我一直很喜欢就想拍 但那幅油画的竞争者还挺多的 当时跟我拍到最后的就是于先生 不过他最后还是把画让给了我 我挺感谢他的 我妈听了恍然大悟 倒是于木博差一道 你说的是三年前金尔拍卖场的那次吗 我看向于木博乖巧地点了点头 他露出了一点微妙的表情 我说呢 当时我们公司有个项目需要用到那幅画 季怀才去拍的 结果后来他跟我说没拍上 我还惊讶了好一阵子 原来是他若有所得地看向于季怀 目光有些揶余 我听了微微有些诧异 挑了挑眉看向于季怀 于季怀适时地打断我们的谈话 神态依然从容 都过去了没什么好题的 再说公司当时除掉那幅画 也依然有别的选择 我没必要对宋小姐横刀夺爱 他笑了笑 主动转移了话题 宋叔叔 蓝阿姨 一会儿的宴会 你们要参加吗 我爸妈这些年为了装穷 一直都在地面参加各种高端宴会 这会儿倒是不用装了 但看我爸妈那样子 似乎也习惯了低调的生活 不聊 我们就是带宁宁来认认认的 我妈整理了一下衣服 看向我笑道 宁宁你一会儿进了会场 跟着季怀就行 爸妈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因为来之前 我妈已经提前跟我说过了 所以听到他们要走 我也没什么惊讶 乖巧地点了点头 我妈满意地看着我跟于季怀站在一起 然后哼着歌拉着我爸提前溜了 于季怀的爸妈需要提前去接待一下宾客 给我和于季怀说好时间后也离开了 很快 屋子里只剩下我跟于季怀 一股莫名的暧昧混杂着些许的尴尬 慢慢在屋子里蔓延开 我突然感觉双甲有些发热 低下头不知道该跟于季怀说什么 于季怀倒是很自然地开口 跟我闲聊着 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最近生活上 是不是适应的问题 我一回答的同时 心里也摸清了他对我家发生的事情 十分地清晰 距离晚会正式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着 我话敢话的 就问道 你这次怎么突然想着露面了 我问完之后才反应过来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不礼貌 然而于季怀却满不在意 甚至有意跟我调侃 如果我说 是因为我想结婚了呢 我愣了一下 莫名心跳有些加快 只能洋装淡定地打去 那是好事啊 你既然这么高调 是已经有了目标 我心里莫名闪过柳星星说 自己要嫁给首富儿子那件事 看着于季怀的眼神 突然就有点复杂 于季怀滴滴地笑了两声 她的声音听起来倒是带着几分愉悦 宋小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咱俩可是有婚约在身的 你心这么大真的好吗 啊 我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那个婚约不是说着玩的吗 你要是真有喜欢的人 我肯定也不能捆着你啊 于季怀失笑地摇了摇头 她这次倒是没再说什么 只是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 小声道 时间差不多了 她整理了下衣服站起来 走到我的面前 绅士地伸出了手 我看着她俊美精致的面孔 听到她含笑的声音 对着我缓缓道 该进场了 我的女伴 我挽着于季怀的胳膊来到了会场 这是于季怀第一次公开亮相 从她进门的那一刻 会场里便发出了爆炸的欢呼 我作为第一个 陪同于季怀亮相的女伴 自然也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关注 即使我心里对此早有准备 也依然被现场的阵仗给吓了一跳 于季怀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紧张 她一边从容的体地应付着 各种前来搭话的应酬 一边不着痕迹地握了下我的手 给我安慰 我在她与人交谈时 不急不躁的语速里 渐渐冷静了下来 适应之后 我也赶紧调整出了最佳的状态 陪在于季怀身边成了一个合格的女伴 我跟于季怀绕着整个会场应酬了一圈 好不容易没人再凑上来 我刚想松口气 突然一打眼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柳星星 我还真没想到于季怀这次生日 还邀请了柳家 毕竟看她的样子 应该是知道我跟柳家的过往的 既然邀请了我当她的女伴 我还以为不会在这里 看到柳家人的身影 然而通过我的再三确认 那个一脸没见识的样子 穿梭在大厅里的就是柳星星 不着痕迹地挑了下眉 我总有种 见到她就没什么好事的感觉 果不其然 我刚想跟于季怀商量 换个地方待着 柳星星就突然看到了我们 我在想装作没看到 她已经来不及 而她也迈着 趾高气昂的脚步走向了我 我没忍住 无奈地叹了口气 有些认命地搭了下了眉眼 于季怀在我旁边挑了挑眉 她眼神轻飘飘地 瞥了柳星星一眼 然后凑到我的耳边 小声说道 她就是跟你互换了身份的那个人 我点了点头 有些无奈地小声补了一句 准确地说是 看不惯我的人 于季怀不知道 又被我这句话的哪个字 戳中了笑点 突然扑哧笑了出来 就我们俩通气的这几句话的时间里 柳星星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她依然跟之前一样眼神 轻蔑地打量着我 语气满是嫌恶道 宋宁宁你怎么在这儿 你一个马上要嫁人的女人 还参加这种宴会 怎么这么不检点啊 我闻眼直接无语地送了她个白眼 于季怀在旁边 略有些疑惑地问道 嫁人 宁宁你要结婚了 宁宁 我被于季怀这声突如其来的名字 叫得懵了一下 过了两三秒 我才反应过来她在叫我 哦 你说这个呀 我耸了耸肩 实不相瞒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结婚了 喂 我说宋宁宁你别不知好歹 能嫁给赵总也是便宜你了 柳星星满脸不爽地插话 看着我的眼神 就跟我缺那俩钱一样 我被她这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搞得无比厌烦 刚想开口直接让她滚 于季怀突然又说话了 那个不好意思 打断你们一下 她笑容温和地看着柳星星 漆黑的眼眸里 压抑着丝丝冰冷的痕迹 这位小姐 你说的赵总 是天祥集团的那个赵总吗 她的样子看起来 似乎有些为难 低头看了看我 她略显犹豫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赵总应该已经五十多了吧 是啊 就是那个赵总 柳星星说得十分坚定 她似乎这会儿才终于注意到 站在我旁边的于季怀 我一直盯着柳星星的反应 所以很轻易地便捕捉到了她 看向于季怀时 眼中一闪而过的惊艳 话说你是谁 宋宁宁花钱请的难办 于季怀让她说得愣了一下 脸上竟然罕见地闪过一丝错愕 我没忍住 轻轻天过头笑了一声 带着几分同情地拍了拍于季怀的肩膀 于季怀脸上的表情有些精彩 然而她到底是个能人 竟然很快又控制住了 我感受到她身体 从一瞬间的紧绷慢慢放松 再次看向她的脸的时候 我发现她果然又变成了那副 从容不迫的样子 她微微低头 对着柳星星笑得客气 首先 我是这场宴会如假包换的主人 我叫于季怀 她先是自我介绍了一下 然后在柳星星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笑意冷淡道 其次 这位小姐 我可不记得我的宴请名单上 有柳家人的名字 等到最后一个字说完 于季怀的表情已经变得完全冷淡了下来 柳星星先是惊疑不定地 在我跟于季怀身上打量 好伴想她才突然惊呼道 你真是首富儿子 那你跟宋宁宁混在一起干什么 我听到这话直接给她气笑了 不等于季怀说话 我直接开口呛了回去 我说柳星星 首富儿子跟我混在一起怎么了 我是首富儿子的女伴 她不跟着我 难不成还跟着你吗 柳星星嫌恶地看了我一眼 她眼嘴比一道 你一个玩礼服都要穿水货的人 怎么好意思当首富儿子的女伴 怕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吧 我重重地吸了口气 感觉跟这种人说话 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柳小姐 我的女伴还不至于随随便便 什么人都能当 你这么说 意思是在说我搞潜规则了 于季怀淡淡地开口 目光冷冰冰地看向柳星星 柳星星被于季怀毫不收敛的气场 震慑得脸白了白 她下意识地色缩了一下 结结巴巴地解释 不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于季怀也不急 她就淡淡地看着柳星星 冷声道 哦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意思 柳星星图的粉 都快遮不住脸上的苍白了 她愣愣地看着于季怀 突然开口道 宋宁宁他家很穷 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圈层的人 于哥 他在这里肯定是偷溜进来的 你可千万不能被他给骗了 我有些猛逼地看着柳星星 不知道她突然在胡说些什么 于季怀似乎也被她完全无法交流的脑回路 搞得很无语 合着解释了半天 柳星星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我骗了于季怀 我看着她简直好笑得不行 把手从于季怀的胳膊里抽出来 我双手抱胸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话说宋宁宁 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你要嫁给首富儿子吗 诺 你未婚夫现在在你面前 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于季怀文言下意识地摸了下胳膊 他先是面容不善地瞥了柳星星一眼 然后无奈地看向我 宁宁 这种玩笑你就别开了 我有点恶心 于季怀说得直白 柳星星更是直接变了脸色 我忍不住吃笑了一声 随意摆了摆手 我干脆靠在于季怀身上懒懒道 你的桃花你自己解决 它今天既然能混进你的生日宴 我觉得这家酒店的安保 还可以做得更完善一点 宋宁宁你什么意思 我是拿了请帖的 一轮到我说话 柳星星反应得比谁都快 然而他现在惹到的人是于季怀 想到这 我忍不住恶劣地对他笑了一下 于季怀显然已经对柳星星的行为 失去了耐心 他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毫不掩饰浑身的气场 强大的压迫感 愣是让柳星星一句话 没敢再说出来 于季怀干脆地打了电话 叫了保安 柳星星满脸不愤地被请了出去 临走之前 柳星星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一脸愿毒道 宋宁宁你等着瞧 这事还没完 我毫不畏惧地对他笑了笑 扭头转身 眼不见为静地把他瞥在了身后 等到柳星星被保安请出了会场 于季怀这才略带歉意地看着我 抱歉 我没邀请他 确实没想到他能混进来 让你难受了 我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轻笑道 哪的话 真要说 还是我给你惹了麻烦 毕竟好歹是你生日 他不是冲着我也不会冲你 我本来想说 要不是看见我他也不会来找他 然而话到了嘴边 我突然想起来柳星星说的 要嫁给首富儿子 默默地闭了嘴 于季怀明显跟我想一块去了 他的表情清黑交加变幻莫测 好半想才无奈地叹了口气 轻轻捂住了眼睛 我听到他无奈又坚定道 他真的想太多了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看着于季怀一脸难受的样子 我果断切换了话题 不再提柳星星这个人 然而等到宴会结束 我准备回家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微博热搜爆了 除掉首富儿子手露面这几个话题外 飙升最快的竟然是 抢我身份跟男人的假千金 我有几分不安地点进了那个话题 果不其然 广场第一条被高高顶在上方的帖子 就是柳星星发的 他直接用了自己的大号 公开来捶我抢走他的未婚夫 不要脸上位等等的事情 他似乎找了专业的公关团队 一篇小作文写得生情并貌 要不是我就是他控诉的本人 我都要觉得那个假千金 真不是个东西了 事情发酵得很快 我到家的时候 热搜已经彻底爆了 我一边刷着广场上 各种吃瓜群众的言论 一边在心里思考 该怎么反击 突然 屋里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我吓了一跳 还没来得及开门 就听到宋宇气急败坏的声音 这个柳星星找死吗 爸妈你们别拦着我 我现在就找人把她打一顿 小雨你别冲动 记得做得隐蔽一点 别让人抓住把柄 这是我爸咬牙切齿的声音 我妈冷笑一声 音策策道 喝 光打一顿怎么够 我就不信柳氏这些年 做得那么干干净净 等我去查一查 但凡他们有点纰漏 我立马把他们全家都送进去 我赶紧收起手机打开门 赶在他们做出一些离谱事情之前 阻止了他们 我妈一看到我回来 立马冲上来抱住了我 她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说 让我受委屈了 心疼的眼神 让我的心瞬间柔软了下来 我安慰式地拍了拍我妈的肩膀 然后在全家人愤懑地注视下 一身轻松地走了过去说 好了 你们怎么都这个表情 柳星星摆了我一道 咱们找回来 不就是了 姐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宋宇难得退去了 平时的不着调 露出几分总裁的严肃来 我抬手摩擦了下下巴 确实还没有想到 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就在这个时候 被我收起来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拿出来一看 惊讶地发现 竟然是于纪怀的电话 我刚接起电话 于纪怀便开门见山道 宁宁 问了你爸妈 现在愿不愿意公开身份了 我愣了一下 打开了免提 于纪怀调理清晰的声音 从话筒里传来 宋叔叔 蓝阿姨 我知道 你们这些年 习惯了低调 不想招惹太多是非 但现在网络上的舆论 发酵得太快 如果不及时做出处理 后续可能会演变成 对宁宁的网报行为 一听到网报 我爸妈的脸色 瞬间就变了 于纪怀没有停下 依然继续冷静地分析 柳星星敢做这种事 肯定是认定了 你们没有还手的能力 压制舆论的最佳时机 已经过了 三人成虎 现在再找公关公司 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们出面承认身份 先证实 宁宁没有必要攀关系上位 之后再来证明 我们两个本身就有婚约 先把舆论压下去 于纪怀冷静地说完 对策顿了一下 接着他又冷冷道 等确保 宁宁自身不会受到威胁之后 我们就该让柳家付出代价了 污蔑造谣都是小事 我想找到柳家违法犯罪的证据 毕竟只有让他们消失 才能确保之后的安稳 这是交给我吧 宋宇突然开口 严肃地接过了于纪怀的话 行 于纪怀痛快地答应 我爸也顺势开口道 就按你说的办吧 这两天我们会先发律师函 等宁宁生日那天 我们会正式公开身份 我妈也插进来 跟于纪怀商讨了几句 最后他们效率飞快地 敲定了方案 只留下我独自目瞪口呆 可以 只有我是菜鸡的世界达成了 我爸妈他们跟于纪怀说好 便立马行动了起来 我默默地拿起手机回了房间 打算当一个安静的花瓶 不给他们添麻烦 关死房间的门后 我重重地输了一口气 被我忽视的手机里 突然传来一声轻笑 吓得我差点把手机给飞出去 我赶紧拿起来 这才发现于纪怀 竟然还没挂电话 不好意思啊 我没看到你没挂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 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于纪怀满不在意地笑了一下道 没事 他说完气氛一时陷入了沉默 只有电流的声音 在我的耳边静静地回响 半想 于纪怀突然叹了口气 声音温柔地不可思议 吓到了吗 我顿了一下 一直平稳地心跳 突然猛地跳了两下 也不算吓到 我缓缓开口 斟酌着用词 与其说吓到了 倒不如说我有点生气 我叹了口气 头疼地捏了下眉心 头一次遇到这种事 没什么经验 虽然谈不上害怕什么的 但一下子 还真是没有反应过来 我微微顿了下 然后轻声道 谢谢你了 于纪怀轻轻笑了一声 他低沉的嗓音 带着让人安心又温暖的味道 没什么 举手之劳而已 我还是郑重地跟他说了一声谢谢 毕竟再怎么说 我们今天也只是第二次见面 于纪怀能在出事的第一时间 来帮我想好所有对策 这份恩情我还是要记得的 于纪怀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他只是温柔地跟我闲聊了几句 然后便挂了电话 叮嘱我早点休息 我跟于纪怀到了晚安 电话挂断后 我心里竟然已经没有了任何慌乱 如果非要说的话 鼓鼓胀胀的心脏深处 潜藏更多的可能是温暖跟惆怅 我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主动提出来 帮宋宇查探一些柳氏的消息 好歹我也在柳家待了二十多年 资源多少是留了一点的 宋宇带着几分惊喜地看着我 我得意地对他挑了挑眉 达成共识之后 我开始借助之前的人脉 查起了柳氏内部的事情 虽然以前在柳家的时候 我养父母房我跟房贼一样 公司内部的事情我都没接触过 但我当时毕竟顶着一个柳家大小姐的名号 想要借着一些线好 来跟我攀关系的人也不少 而且就是因为我跟周芝林他们的关系不好 所以我更是给自己留了好几个后手 只是没想到这个后手 到最后没用在逃婚上 倒是用在了送他们进去这件事上 这么想想的话 到底还是我赚了 我爸妈已经发了律师函 他们跟于计怀的父母 一起拿出了我们订婚的信物 戳破了柳星星的谣言 生日宴的头一天 我们终于做完了全部的准备工作 我爸妈多年来头一次大张旗鼓的 发情帖宴请宾客 许多知道我们家真实情况的人 都露出了惊讶的态度 不过也多亏了这些 跟我爸妈同个年代的大老板 因为他们毫不犹豫就接下情帖的态度 致使很多不太了解情况的人 也抱着好奇的心态 答应了来参加宴会 我跟宋宇这边也已经收集齐了所有 关于柳氏违法犯罪的证据 剩下的柳氏那边 于己怀说他会去稳住他们 不会给他们准备或者逃跑的时间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折服在暗处的老虎 也终将露出他尖利的獠牙 这段时间我跟于己怀没怎么见过面 但他每晚都会给我打电话聊上一会儿天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奇妙 我跟于己怀认识也不过短短几天 我竟然就已经习惯了 每天都能听到他声音的生活 这天晚上我洗漱完 躺在床上敷面膜 于己怀的电话照常打过来 只是他今天提了一个意外的问题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柳家就会从我们面前彻底消失了 你毕竟当了他们这么多年的女儿 心里有没有动摇过 我捏着电话的手紧了一下 半想慢慢地叹了口气 说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 但我顿了下 继而语气坚定道 他们养我也不过是为了养一个 可以联姻的工具 我把他们当父母 他们却没把我当女儿 这些年我期待过 争取过 也失望过 走到了这一步 我也不会去当什么烂好人的圣母 我又叹了口气 语气有些无奈 其实他们不来主动招惹我的话 我是真没打算对他们怎么样的 于己怀听完浅浅地笑了一下 他输了口气 语调轻松道 你能想明白就好 顿了一下 他突然转移了话题 语气带上了一些言语 不过这样一来 咱俩这个婚可就非定不行了 你会不会有些憋屈 我愣了下 发现自己完全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或者说 这些日子里 我早就默认了 要跟于季怀结婚的事 心里压根没有任何的不是 这个发现突然让我惊觉了起来 内心深处一直隐隐存在 但一直没被我抓到的那根枝鸭 瞬间冲破了泥土 我微微有些发症 逐渐加快的心跳 越发直观地向我揭露了这份真实 我难道已经喜欢上于季怀了吗 宁宁 宁宁你还在吗 于季怀的声音透过话筒 瞬间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赶紧回神 就听到他略带歉意的声音 对不起宁宁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你别介意 我愣了一下 赶忙回应他我没在意 略微沉默了一会儿 我强忍着飞速的心跳 小声地问道 毕竟事情是因为我 我没什么关系 倒是你 莫名其妙跟我绑定在一起 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于季怀这次飞快 完全没有 他笑了一下 语气却放松了下来 这话我本来不打算在电话里说的 但既然话敢话说到这 我还是想直接告诉你 我听到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似乎下定决心一般 轻声说出了他的心声 宁宁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之前在拍卖场我挣扎了很久 最后还是不忍心让你失望 我听得有些发愣 感觉大脑跟耳朵似乎不在一个频率上 其实我以前在别的宴会见过你 当时你帮了一个被人刁难的服务员 坚定又善良的样子让我一眼就被你吸引了 他的语调依然是他独有的不急不躁 我静静地听着 脸颊的热议开始不断地翻涌 只不过我一直知道自己身上有婚约 虽然我爸妈并没有强迫我 但我总觉得带着这个枷锁 去接触你是对你的不尊重 他轻轻叹了口气 语气有些无奈 所以后来我干脆就出了国 想用逃避来结束对你的这段感情 我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下意识地捏紧了手机 不过于纪怀并没有顺着这条 略显伤感地告白路继续下去 他说这句话后反而笑了下 整个人的语气骤然轻松了起来 不过后来我知道了 跟我有婚约的就是你 我就再也等不了了 蓝阿姨让你跟我见面 其实是我拜托她的 我想着只要你能答应 我肯定有信心让你也喜欢上我 我想到当初我妈催前催后的样子 还以为是她作为长辈拉皮条的八卦心 结果没想到 竟然是于记准在背后催她 想到这我没忍住笑了下 突然一瞬间感觉于纪怀距离我特别逼近 她也跟着我笑了下 然后继续说道 不过我也没想到后来能遇到这种事 我本来是打算慢慢追求你 然后再交往病婚结婚一步步来的 我听着也觉得有些感慨 谁能想到我一开始 甚至只是抱着跟她交朋友的心态见面 最后却直接一步跃到了结婚上呢 我们两个同时沉默了一下 然后又同时笑了起来 于纪怀那边传来一阵意义载萃的声音 接着就有风声透过话筒传来 像是告诉我她走到了阳台上一样 我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拿着话筒听着 于纪怀的声音干净温柔 透过微微的春风 轻轻吹进了我的心里 宁宁 我知道这么说有点不公平 但现在没有办法 你的确马上就要成为我的老婆了 她顿了一下 似乎在斟酌说辞 继而缓缓道 当然 我没有逼迫你的意思 我想说 既然我们都要结婚 那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证明你 嫁给我并没有错呢 我静静地听着于纪准的声音 一字一句消散在我的耳边 从意识到喜欢她开始就狂跳不止的心脏 竟然奇迹般地开始趋于平静 我捏着话筒 下意识地转头看向窗外 玻璃窗上隐隐约约地映射出了我的样子 我略微有些惊讶地发现 那反光玻璃上我的面容 竟是我自己都没见过的开心愉悦 于纪怀并没有催促我 他一直安静地等着 唯有细微的呼吸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抬手轻轻抚上了上扬的嘴角 合着空气里暧昧的音子 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温柔又愉快 我说 好 第二天 我的生日宴请来了很多人 柳星星本来也是跟我同一天的生日 但因为我家的名声比较大 反而让他们家的请帖变得无人问津 于纪怀健壮 干脆又给他们加了一把火 他有意无意地 跟柳家透露了我们家很厉害 并且暗示他们两家女儿同一天生日 可以借此跟我们攀个关系 周知林夫妇俩 可是出了名帝为了钱不择手段 他俩当初能为了钱 把我卖给一个五十岁的老头 那自然不会放过柳星星生日这种 攀高知的机会 所以顺理成章的 他们也来到了我的生日宴 并且在我们一家人上台致辞的时候 露出了我想象中的震惊表情 我爸妈先是解释了一下这些年 为什么会这么低调的隐姓埋名 之后又借此公布了 我跟于纪怀即将结婚的消息 首富儿子刚刚露面不久 就爆出了马上要结婚 结婚对象还是一个具有钱的隐士豪门 这个消息透过于纪怀是先在会场 安排好的媒体跟直播 直接同步传到了网络上 一时间整个互联网彻底爆炸 而借着这个机会 我姿态优雅地走到了柳星星一家人面前 笑容亲切地看着他们 之前你们造谣我的事我已经澄清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谈谈之后的账 怎么算了 柳星星不敢置信地指着我 她脸色难看地尖叫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这绝对不可能 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事实刚刚我爸妈已经在台上解释过了 她不愿意相信 这会儿精神已经隐隐有崩溃的趋势 既然你这么不想相信事实 那我就再跟你说一遍 我的爸妈 你的养父母 他们确实很有钱 而且就在你逃跑回柳家之前 他们其实就已经打算告诉你真相了 我目光冷淡地看着他 嘴角弯起一抹嘲讽的笑意 不过我也要多谢你眼光的狭窄 我刚回家不久就看出来 爸妈绝对不是普通人 亏你跟他们朝夕相处那么久 竟然还这么看不起他们 柳星星 这就是报应 你在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的时候 其实已经把自己最好的机会都断送了 我冷冷地瞥了我养父母一眼 机翘道 这种只会拿自己的女儿 来换荣华富贵的父母倒是跟你很配 只能说你们的身体里不愧流着同样的血 一样地让人恶心 宋宁宁 你什么意思 我养父历生呵斥我 就是 宋宁宁 好歹我们也把你养这么大 你不知恩图报就算了 竟然还这样侮辱我们 周知林坚立的指甲指着我 毫不客气地在各种摄影机面前企图带节奏 我轻轻笑了一声 面对他的指控不躲不避 眼神死死地盯着他 把我养大 你们要把我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 来换项目合同的时候怎么不谈感情了 我养父母脸色一变 我果断拿出之前周知林 给我打电话的那次录音 在所有人的面前放了出来 录音里周知林的施舍的语气 跟柳星星的趾高气昂 被所有人听到耳朵里 录音放完 我爸妈弟弟们的脸色 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宋宇的脾气本来就比较急 这下知道了 我差点被柳家人卖出去 当即就把之前找到的证据甩了出去 我养父母看到洒落一地的文件先是一愣 接着脸色骤然大变 宋宇当着所有人的面 在直播的镜头前面 把柳氏这些年做的那些违法犯罪的事一揭露 周知林夫妇两个最开始还辩解 但眼看着宋宇抖露出来的证据越来越多 他们最终也只能脸色灰败地低下了头 于济怀早早跟警察联系好 埋伏在了外面 只等到柳氏的罪行被揭露 他们无法翻盘之后 迅速地将他们抓捕带走 柳星星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母 被警方铐上手铐 他似乎还没反应过来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站在他旁边 眼角余光冷冷淡淡地看着他 对于柳星星 我最后并没有选择将他一起送进去 对于他这种人来说 刚刚才如愿以偿过上的千金小姐的生活 转眼间便从他面前流走 他马上又要回到之前那个没有钱挥霍的生活 不 甚至比那还惨 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 再没有任何人会为他的生活买单 他今后吃的每一粒米每一一口饭 都需要他自己动手去赚了 这些事情对于柳星星而言 恐怕比是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我忍不住弯起嘴角 心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 不对 于记怀是我的未婚夫才对 我才是当初跟他指婚的那个孩子 宋宁宁你把我的未婚夫还回来 柳星星突然疯了一样的大喊一声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对着我冲了上来 我下意识地猝起眉 腰间被一只手揽住 瞬间落了一个让人安心的怀抱 于记怀护着我 一把推开柳星星 冷冷地看着她 跟我有婚约的是宋家的女儿 不是你这个冒牌货 她转过头 目光沉沉地看向不远处的保镖 冷声道 这位小姐疯了 麻烦你们尽快将她送去医院 是 于记怀说完 几个保镖瞬间围上了 丝毫不顾柳星星的尖叫 将她带了出去 随着柳氏全家的离开 现场渐渐恢复了平静 脱了当代高科技直播的福 这件事的原貌 被完完整整地公布 网上的舆论 已经彻底倒转了过来 于记怀加了适当的引导 便彻底将我从暴风的漩涡中 择了出去 我终于感觉输了一口气 一不留神 于记怀已经握上了我的手 我下意识地抬头 就对上她温柔的眼眸 那里有着毫不掩饰的深情与爱意 以至于我俩的家人 一看我们这样 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姨母笑 然后很有眼力见地走了 角落里只剩下 我跟于记怀 我回想着这些天里发生的事情 没忍住 轻轻笑了一声 于记怀挑了挑眉 握着我的手 却更加用力 很开心 嗯 开心 我毫不犹豫点头 弯起眉眼看着她 不过我开心 不全是因为 解决了柳星星她们 而是我突然觉得 我的未来变得很有期待 于记怀 闻眼了然地笑了一下 她轻轻抬起我的手吻 在我的手背 接着温柔笑道 你的未来会很好 我也会 直陪着你 我对她眨了眨呀 接着狡黠地一笑 在我们结婚之后 就拜托你好好追我了 婚姻诚可贵 爱情价更好 成年人的世界是 我都要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 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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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